大家好呀,我是圆圆 今秋时节,又到了桂花飘香的日子 用普通大米加上清香的桂花 就能做出滋润松软,香甜可口的桂花米糕 我们先将400克普通大米提前尽快一晚上 像这样能用指甲轻松掐碎就对了 沥干水分后装进一样的基米 加220毫升的清水,打成细腻的米浆 这一步尽量搅拌了久一些 米浆越细腻,口感就越好 打好的米浆,咱们把它倒进一个大一点的盆腻 加60克白糖,4克酵母,60克面粉,搅拌均匀 直到看不见面粉颗粒 调好的米浆是像这样偏干的 搁上保鲜膜,发酵至两倍大 这是发酵好的样子 表面有着密密麻麻的小气泡 里面全是这种蜂窝组织,就对了 用筷子搅拌排气 辣米浆恢复原来的样子 倒进模具里 可以在桌上振几下 把表面振平整 二次浸发15分钟 在表面撒上干桂花 水开后上果枕 中火蒸40分钟 火不要太大,不然容易开灭 就像这样 像我这种颜值控的美食博主 是绝对不允许有任何瑕疵的 关火后焖5分钟再开盖 防止塌陷 出锅后脱膜放凉 看看 组织十分的细腻 蓬松 切成自己喜欢的大小 咱们的桂花米糕就完成了 桂花的清香 清人新品 加上香甜的米糕 一口拾掉整个秋天 赶紧做个家人尝尝吧 我是圆圆 关注我杰索根的美食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